我们临近国家的日本呢 这个基本上会有一些相关性 不过我们就如同之前 大家跟在看堂山跟大家讲的 我们对于日本的概念就是动漫 跟游戏 所以在这里面一开始 有提到的就是说动画卡通给人家印象深刻 我想如果以我这个年龄来讲的时候 当时小学下课了之后回家看的动画 几乎都是日本的 小甜甜是女生看的 那这个小叮当呢 小叮当还比较后期 那像什么科学小飞翔 那什么相关的这些卡通 都是烙印在我们整个 这个台湾社会的这些年龄层里面 所以在台湾的卡通 几乎以日本系统的卡通为主 美系的或其他的就稍微相对少一点 那这些动画卡通呢 给我们的这个印象太过于深刻了 所以后续的他们就进行所谓的文化输出 那透过所谓的这个动漫的这个方式来去举办相关的这个主题展 像07年的时候呢 去办科学小飞翔的主题展 我想科学小飞翔 小彤跟 你们应该没看过吧 诶 你看过 重播了 当然重播那没话讲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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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新版我就真的没看过 因为我们已经看是旧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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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过去换餐 然后又是在 频道 频道 迪士尼频道旁边 所以自然而然 对对对对 原来还有新版了 那新版了 因为我们已经离开那年龄很久了 就没再去看了 对啊 有啦有啦 真正版我稍微有看过 有瞄到啦 我没去看啦 那当然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 这个日本呢 因为相关的这个 历史渊源跟政治关系 还有整个国家 给予的这个部分的支持 等一下后面会提 那在这边的话就造成说 他们整个动漫的部分呢 在整个全球的影响力呢 蛮大的 那也因为这样子就创 创造了他们整个所谓的 动漫的一个供应链 而且会有一些很特殊的这些 创作者 名家呢 就出现了 从一些相关的这些 早期的到现代的一些相关的 这些漫画作者呢 都会连带的牵动整个所谓的生产链 包括动漫 卡通 然后呢到所谓的这个 比如说声优啦 然后一些相关的动画事业等等的 全部呢整体带起来 那输出到国外的话就办一些相关的主题展 那各位可以发现一下 就是说他当时为什么这些什么 机器猫小丁当现在叫哆啦A梦 那当时呢这个相关的这些 东西为什么会输出到国外 到日本以外的国家来 其实他们的政府是有下了一些方法 那宫崎骏的这神隐少女 上一次我们已经有阅列也都讨论过了 这个我想没有人 很少人说不看宫崎骏的动画的 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说 日本文创产业他各位大家都知道 日本他是二战的时候的这个 轴心国还是同盟国 历史太久没读了 还记得吗 没有人记得啦 是轴心国还是同盟国 好啦不管他啦 反正呢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那个德国啦 日本啦 奥地利啦 就是一个联盟的嘛 那其他的就是另外一个联盟的 那在二战之后 其实对日本的这个杀伤力是蛮大的 那当然我们被侵略的国家 当然也是牺牲很大 那在战后呢 其实呢 为什么他能够很快速的再复原起来 其实归结起来的话呢 跟他的民族性是有关系的 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简单讲就是这个国家的人 是重视荣誉与自我牺牲的 那所以他们最广为人称谈的 就是说是所谓的什么武士道精神 在面临一些国家利益的 或者说整体大利益的时候呢 你自己是可以牺牲掉的 那以荣誉为至上的一个民族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民族性之下 所以他们呢 可以以打团队仗的一个方式 每个人呢 都会很重视他的这些荣誉 所以以整体的发展呢 为前提呢 牺牲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利益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快速的将他国家的一些 产业的这个部分呢 把它复苏起来 这个是他整体民族性 所带来的一个特性 那除此之外啊 因为最主要的这个部门呢 那他会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 日本他对文创的一个注重呢 也不是一天天生就开始很去注重 那因为早期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发展脉络呢 就是从以前的会着重一些 比如说农业到工业革命到机械发展 到快速制造 以生产为导向 那像我们之前在讲行销的时候 都都会讲到什么生产导向 或者是说 以所谓的这个使用者为导向 那这个都是这几年来慢慢转变的 那同样的 在文创的这个领域里面呢 在过去的话呢 不注重文创的情况之下 各个国家的文化创意的部门 分散于各个层级 属于中低层的部门里面的一个小单位 那1968年 那这个日本呢 如果说以1968年来讲的话 他就是比较早 他真的是比较早 那因为大家都提到了 英国当时提出来文创的时候 已经是八几年的事 所以在1968年的时候 日本的时候已经将 所谓的这个相关的中低层的一些相关文创的这些单位的部门呢 提升到文部审的一个文部厅的这个部分 那也就是说之前呢 是属于分散的 现在将事权集中 然后他的单位呢 从以前的中低层级拉到文部审底下的一个文部厅 那等于是我们的 因为文部审的话 相当于是我们的教育部 那等于是教育部底下的其中的一个部位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他的行政层级一拉升之后 相关所获的一个资源与重视呢 就会提高 所以他们叫内容产业 那后面也会稍微有点解释一下 那日本的这个文创 我们称他们称为内容产业的政策 因为受到了整个政治面的一个重视之后 所以他的这个相关的政策一定会明定出来 那既然明定出来之后呢 他的这个发展的就有脉络可循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一下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日本呢 他当时呢 有知道文创的这个重要性 慢慢的去着重他的时候 所以他们喊出了一个文化立国 跟第三次远航的理论的指导的原则之下呢 去立出了这几个相关的这些特点 好 那当然你大概也会想说 文化立国大概还能够理解 那第三次远航是什么呢 那第二次是什么 第一次又是什么 好 那我大概survey了一下 就是 那当然我们讲的第三次远航等于是 他们国内里面第三次的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目标 就是文化立国 那第二次远航的话呢 就要追踪到二战时期的那个时候 那那个时候呢 就是以 以所谓的战后体制为主 然后呢 去发展贸易立国 所以他们第二次远航就是在二战之后的那段时间 要复苏他们的一个国内的一个经济的情况 所以当时喊出的是贸易立国 那那个叫第二次远航 那第一次远航呢 再往前推呢 就要推到更早之前 那他们当初喊了叫像明儿子 方向的像 明的话是明代的明 像明儿子 那当然 这个我不是读历史的 如果当时呢 我看他的这个文献简单的看起来 就是学当时所谓的这个清朝之前 就明代那时候的一个中国的国家嘛 那个那时候是明朝 他相关的一些去学习 所以他们是类似明治维新时代吗 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不敢明确的去讲 但是我要跟各位提到就是说 基本上呢 这个三次的远航呢 基本上都是订定整个国家 就日本这个国家 他的一个发展的很重大的一个转弯 甚至是提升 那在假设我们讲到 因为我们不是读历史的 那日本的明治维新基本上来讲 对他们国家的国力提升 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二次大战他们因为要侵略 几个国家野心勃勃 那但是最后呢 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一度陷入经济萧条 所以他们就是要发展贸易 让他的国力提升 再加上他们的民族性 因为重视荣誉呢 做事呢也跟德国一样 一样是非常的龟毛 相当的细心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做出来的一些相关的产品 工艺 或者是重工业等等 也都有一定的水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Made in China Made in Japan的部分呢 在一度的在世界上就认为说 它是高品质的一个象征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个贸易立国 工业提升的部分呢 让他在第二次远航部分呢 就让他的国力快速的发展 那到现在来来讲 然后就是说第三次远航 假设1968 或者再更晚一点的情况之下 所订定出来的这些指导原则 就是要文化立国 那文化立国的部分呢 他就要去盘点一下 他们自己所谓的文化资源 那一个国家的文化资源 会跟他的整个文化历史背景 有很大的关系 每个国家会有他很特殊的文化 特殊的历史背景 特殊的人文 特殊的建筑 或者是民情 风俗等等 这些其实都 每个国家都会不一样 但是你要懂得去善用这些资源 所以在他的这个文化立国的情况之下呢 他的特点呢 就有这几个具体的作为 第一个是鼓励内容产业的投资 因为呢在经济陷入一度萧条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他们为了就是80年代的日本呢 因为是经济泡沫化 所以当时呢是很低迷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为了要替庞大的这个储蓄金额 找到投资的用途 这个其实目前来讲台湾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味道存在 大家可以想见一下 我们大家可能很多的人呢 在银行都有一些户存款 可能也不少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资金都放在银行里面不动 其实不是好事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要去找到一些投资标的 那你要去让他投资 你总是要给他一些愿景 你要想要游说他说你投资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获利 所以从往日呢 日本呢着重的这个重工业的科技呢 陷入了一个停顿之后呢 那日本政府呢就是鼓励文化产业的投资 所以啊在1989年 Sony 因为Sony早期大家都知道属于这种所谓的 呃 照相呢或者一些相关的这个制品来讲 Sony呢已经是老大哥了 录影机等等 呃我想大家 我这年纪的大家都知道 当时讲到Sony的话大家都没话讲 那Sony呢是一个赚钱的一个企业 所以呢 日本呢当然就是让Sony呢去投资入主美国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花了48亿成为大股东 然后在2004年的时候又再用50亿美金呢去买米高梅的电影公司 那买下这两个电影公司的好处是什么呢 因为控制的股权 所以相关的好莱坞电影呢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日本题材 比如说库斯拉 那你已经听过 库斯拉呢就是这些电影公司拍的 不死奏怨这些都是 所以 因为入主的关系 所以你可以主导一些影片的制作 那这些影片的制作呢 相对来讲全球发送 就进行所谓的文化输出 也就是在第二点里面提到的 那当然日本对文化输出呢 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文化无偿援柱 这个日本的政府呢 在他的总预算里面去编列了一个叫文化无偿援柱 文化无偿援柱的这个资金 拿去干什么呢 拿去购买动漫的版权 跟这几个做动漫的公司或者人呢 去买断他的一些版权之后 并且呢将这些动漫片无偿提供给其他国家的频道播放 好恐怖 各位想到了吗 他们可以一边付钱去给相关的这些动漫产业的这些创作者或公司 买下他们的这个版权之后 再去别的国家跟他说 来我不用钱给你去榜 哪有这么好康的是 各位 他们着重的当然不是只有说播放的这个权利金而已 因为我们都知道周边所带动出来的这些产品 或者是周遭的这些产业链 将会非常的庞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的这个无偿提供给其他国家的频道播放 那这些国家包括台湾在内都不用花钱 去买他的日本的动漫片的版权就可以播了 所以早期我们看到那些卡通 其实一些电台电视台 他们根本不需要花什么钱 就可以拿到这些影片就来播了 何乐而不为呢 那么想见而然 他的这个日本的这种动漫文化呢 就强势的输入到这些国家去了 包括台湾在内 所以影响力就是这样子扎下来的 所以那除此之外呢 动漫外交的部分呢 是在2006年提出来的 那这个是日本的外务省呢 对漫画家进行动漫文化大使的认证 动画文化大使的认证呢 那合格者的作品呢 会由日本政府来协助呢 将他的作品全球播放 让你全球出名的一个机会 都提供给你的 你只要有能力 我就来帮你做行销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人呢 就去跟日本合作 做推动日本动漫的一个方法 所以当他丢出去无偿援助 让国家去播放之后 另外他还去吸其他国家有意愿 有能力的人才来进行合作 所以像2006年呢 他在北京成立了所谓的 中日动漫的研究中心 然后把这个优秀的一些 中国动漫的作家呢 把他带到日本去学习 那他的这个目的呢 不外乎是打开日本产品的市场 可以扩大日本的影响力 他的想法就是要一箭多雕啦 希望呢 可以进行多方面的人才培育 以及文化的输出 让周边带动的一些产业供应 跟外销等等的 都一并能够拉起来 那这个就是他在重视文化输出 这里面呢 不只是重视而已 他实际呢 是扎钱下去买版权 来帮你做一些相关的行销 而且透过人才的这个吸引训练 然后还帮你做你的作品的一个 推广的一个工作 所以相当的这个有心啦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说 动漫就是他们的特色 所以敢扎钱下去 大力的去做这个方向的一个实力 那回度头来 我们去看看 我们上礼拜就有提到 当人家在一个国家的名词一出来之后 文创你就立刻能够讲出来 台湾呢 台湾文创 好像还没有定调说 台湾代表性的文创是什么 有点讲不上来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日本的这个漫画本来就很厉害 其实它还是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那日本的动画跟美国的动画风格不一样 我想大家都看过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日本跟美国也都是发展的过程来讲 基本上有一点相似 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 日本的政府本来也没有给太多动漫产业有扶持 都是民间产业它自行在发展 但是一旦它文化立国的底调定定了之后 它日本政府之后 它就是大力的去扶植 那他们国家里面的这个文官制度 对于文化立国的这个方向的制定 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跟台湾一样 在过去属于他们的这个政府机构里面的这些人 大部分都是几个日本知名学府的知识分子所掌理的 所以喊出所谓的文化产业的一个行销的部分 大致上会着重在文化层面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当时在2006年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所订定的日本相关的法制 有关于相关的名词跟它的法令概要里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些大部分都着重在所谓的文 一般的所谓的文艺文化层面 各位从这里面你看不到半个属于动漫的字 我想你可以看得出来吧 传统手工艺文化财的保护方法 农山渔村的渔小活动的这个基盘整备促进法 国际博览会的观光客促进法 所以在这里面呢 其实都没有重视到一点点的这个动漫的部分 那当然2006年才推动了所谓的这个文化动漫大 动画文化大使的这个工作嘛 所以基本上呢才会开始去重视它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大家呢 可能过去的大家都玩过家庭游戏机 早期的那个红白机 有玩过吗 一定有吧 啊 红白机是什么 他有个插卡的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说小菜不知道 我就不太信 哈哈哈 所以那时候超级玛丽应该也是红白机年代的 对吧 所以像超级玛丽的这个部分呢 大家一定都知道 是啊 而且她还会去 她们好像有重新出过 所以前几前阵子的新闻 对 对 对 早期很大一天啊 而且那个卡好大 对不对 哈哈哈 对对对 好 那大家可以想见一下 那过去的这个游戏机是家用游戏机 那家用游戏机 也当然也是有一个风光期 可是 后来被什么打 打败 Sony还是家用游戏机 对啦 就是线上游戏啦 网路发展 从2000年开始 答案在这里 2000年开始的时候 线上游戏呢 打击家用游戏产业 所以其实 包括你所谓的 Sony的这个PlayStation 或者是GameBoy 这些很有名的游戏机 都面临到游戏 线上游戏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那一直到Sony 推出了PlayStation的这个 PS PlayStation就是PS 现在到第四代了 PS4 又要PS5 那个游戏真的是 超拟真 真的很强 那2006年 他推出了这个PS3 那家用游戏机 稍微好像有一点点起色 可是更吊诡的是 2006年的PS3 上市好像受到了 整个就是全球的一个重视 可是在他们日本国家里面 反而是下跌的 这很奇怪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虽然他的这个 家用游戏机 因为PS3的推出呢 主打了这个比较 就视觉比较震撼的一个效果 的确的吸引了全球的这些游戏者之外 但是实际上在他们日本国家 就反而销售是下降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家庭的一个所谓的文创的输出的这个消费金额 是通常会有限 那在同那个时期呢 其实很重要的是他的邻近国家呢 韩剧不断的在输出 所以压缩到了整个游戏机的这个销售的这个部分呢 因为很多人呢 把家用的这个娱乐支出的部分呢 挪到了这个看相关的这个韩剧的这个部分去 所以每个国家他自己的这些文化输出呢 多多少少呢都会去互相做一些排挤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就显得相当有趣 在整个历史背景呢 时空发展的部分呢 都会互相交替影响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目前来讲 日本的优势呢 当然我们都知道 日本的优势就是说 他基本上呢 有很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文化的一个渊源 然后在他融合各国文化之后呢 他的数位科技基本上也是够强的 所以呢去提供了所谓产品的娱乐性 让呢消费者呢难以抗拒 因为他们设定的这些游戏啊 的视觉画面闯关的方法 还有一些隐藏的这些的方法 然后呢还让你去买什么保物闯关等等 这些呢都设计成你要去消费 去让你呢想要去达到更高层级 要破关要怎样 让你的那个消费会持续性 而且呢会不断的 因为你一些推陈初心之后呢 会持续性的让你去关注他 所以他也不是没有危机感 因为他韩国呢其实紧紧直追 不过韩国在他的这个动漫上面 是不会去跟日本竞争 但是在游戏产业上面呢 其实是不容小觑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的这个危机感也是有的 所以基本上呢在他不断的订定 刚才提到了所谓的这个 第三次远航文化立国之后 那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些做法 不断的呈现 那其实上礼拜呢我们有提到说 台湾的动漫呢曾经一度也是非常的旺盛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个类似介绍的一个影片